她唱了好多她的歌呢 是啊 不過這首歌不是她做的 那我感覺好像耶 很像是吧 她是莊奴的 是不是 有一位叫蔡榮吉 對… 因為當時確實有幾位老師 他們都為電影做主題曲 對… 我唱了這麼多人 所以難免沒有關係的 後來妳還唱過 駱鳴道的歌 對 還有左宏媛 左宏媛 對… 還有那個… 莊奴的歌也很多詞 對… 還有孫怡老師 孫怡是… 還有林黃坤的也有很多啦 黃敏先生 對… 這些都有點名氣了 我們一首歌很不錯耶 我們的歌叫做《深秋…》 那是劉老師的電影插曲 那個時候大家如果在歌壇闖 有的時候得不到好歌 是挺辛苦的 那麼她的這個怎麼講 很喜歡我們的歌聲 是 我們有時候在她的作品中 也是怎麼講 打下了一片天空的 對 真的要謝謝她 很想跟妳合唱 就是啊 我今天真是不爭氣 這個喉嚨跟著流行 稍微有點氣管 有點不太分辨 對 竟然很渴望 不過妳如果待在國內 還多待一陣子的話 一定要請妳再待我們旁邊 好啊 妳的歌我也是如數家珍的 什麼回憶啊 對 只有這裡是我們的原地 這裡值得回憶 好極了… 又是秋季妳還記得 又… 不願在提琴 妳我… 盡何意 好啊 這是歌 那最早她還是在 這個國語歌之前 我知道妳還是唱台語起家的 對 小的時候有唱過 很小啦 那時候很小 十歲而已耶 翻唱的歌都是提琴的 這個Key太高了啦 零十幾的Key 對… 有點讓妳吃力太緊了 對… 但是我還記得妳 太清楚了 沒關係 我們下次再來嘛 是 是 真是太好了 今天我們來到節目裡 我剛才講的 好像多說一些話 反而占取妳寶貴的世界 因為妳的歌真的是 可以開一個什麼叫 國家劇院的演唱會 可能兩個鐘頭都唱不完啦 對 如果這樣唱這樣唱 然後再加上國台語啦 偶爾我在國外也唱一唱英文歌曲 一兩個鐘頭的演唱 對 日文歌唱一唱 可以啦 可以啦 所以在我們這個節目 只有短短的三十分鐘 真的是覺得碰到了妳 多聊天 都是變得多餘的 不會啦 都還要多聽聽妳的歌曲 今天下來帶來一首 也是這個非常紅的叫 只要為妳活一天 這個歌當年我記得紅的 也是不得了 這個… 在那個時候來講 雖然沒有像現在 現在有這種所謂的紀錄 我看每一張妳都有破百萬的紀錄 對 那個時候真的是唱片很流行 所以妳有沒有看到 人家現在擺… 對 擺的都是CDCD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拿到哪裡去了 展覽去了 都是唱片買不到的 真的 現在如果年紀小一點 還不知道以前唱片就是這樣 對啊 抽出來裡面還有一個唱機 這個唱頭還要乾淨摸一摸 對… 對準下去以後 還有那個油要這樣點一點 然後擦一擦 很享受的 後來這個唱片被卡帶取代了 卡帶現在又變成CD取代了世界 那就是這些歌 其實在唱片上還是有妳的專輯 整組整組的在賣 我今天打一打歌 先回味一下往事 可能這些唱片商高興得不得了 又動起來了 是嗎 謝謝… 那來上這個節目太好了 老闆高興我們… 我們分享 我們分享 不過是有的時候覺得 每當要想到說 是不是不公平 又覺得說 有人這麼欣賞我們的歌 來買我們的歌 其實早就得到了另外一種的安慰 對…不錯啦 習慣妳們 包括妳現在的生活 可不是處在一種 就是怎麼講 清心寡欲 一切是無所求 妳這個人不怎麼爭的 對 我都以平常心說真的 其實我… 我聽過有一位很知名的歌星 Tina Turner 她講過一句話 她也保養得很好 有一次記者問她 她說 你是怎麼生活的 她說 你看我的樣子就知道我怎麼生活了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我說 對…有道理 所以生活呢 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 我們的身體健康也好 或者是外面的氣色也好 都有很大的關聯 是…這太好了 聽妳聊天啊 我剛剛講的這個… 有很多地方我們可以值得去… 自己去研究研究 謝謝… 我很喜歡把我所看到的 我所想的 我很喜歡給人家 我曾經有一次 我坐計程車… 對 給人家意見 我坐計程車人家說 小姐 你是不是當老師啊 她說我是不是當老師啊 她說聽我講話那種語氣好笑 我說真的啊 我說我唱歌啊 慢調思理 是 今天在我們節目中 聽到好多回回的歌 其實都意猶未盡 我剛剛講了 一集 你怎麼了 還好吧 沒有 留點鼻涕 大家常看到的東西 真的… 有需要我效勞的地方嗎 我一定來的 沒有…這是人造燕窩嘛 他們那挺貴的 很難得的 是在台上 平常我台下都買一個饅頭 拔一塊 放到嘴裡咬咬 這樣才有鹹味 真的嗎 小哥 你還真的很幽默 幾年不見 你還是跟以前 我們在秀場後台一樣 都一樣的 嚇死人了 你的故事還挺多的呢 真的 說到這個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裡 我剛剛講的意猶未盡 我都好想唱唱你 還有其他的什麼街燈下 我找到自己了 對啊 醃水函 今天有沒有準備醃水函 可以啊 如果你要聽的話 太好了 如果觀眾要聽的話 沒問題的 好 這個歌是你抒情歌裡 你最擅長的 對對對 來唱起來 那個歌是若鳴道的歌 對 他的曲子 其實說真的喔 我覺得很巧合 我唱了幾部電影的主題曲呢 女主角都是珍珍 珍姐 我們老師的太太 我們師母 男主角都不同 結果都是他女主角 像采雲飛 淹水函 先有千千姐 都是 這些歌呢 好像沒有一首歌是劉老師的 他都沒有 對耶 這這麼巧啊 但是都有一種功力 就是讓我們在靜靜聽的時候 他這是個很舒服的 可能是 那時候我得到劉老師有一些 傳授他的唱歌的表達方式 我想應該有的 所以我滿認同的 所以我就把其他的歌曲 我也用同樣的方式來詮釋他 像這些人 都好久不見了 都變成商業巨子了 老師啊 他們都是這個 他好有錢喔 商場上的不得了的 他好有錢喔 包括駱鳴道先生也是 哎呦呦 對 都很好 也是這個 不經意地聽到他消息 怪怪 他現在在哪兒啊 我都不知道了耶 駱老師倒是不知道他到哪兒去了 駱老師取了一個什麼 華氏那時候 當家的花蛋 我知道 我知道 華小培 甜甜的眼睛啊 我當某郎就是在他們公司錄的嘛 對 對 你看這些回憶的往事 以前還有很多 還有一個 葉小雙 誰啊 葉小雙叫做小崔台青 崔台青有好幾屆呢 有一個叫石中玉也很像崔台青 對 我知道 石中玉 葉小雙 陳丹玲 李欣 這都是準備本來要接崔台青淡出嘛 所以電視台都想儲備一個這樣的人才 要高挑 要身材艷麗的 對 聲音還要很嗲的咧 像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往事裡 後來有華萱萱 對… 都是很艷麗的 對… 很漂亮 我姐姐滿美的 藍玉莉 藍玉莉的… 對… 費真玲 我跟你姐姐很好耶 小小的 對啊 我們在那個… 定有… 對 我們在見識台會 她的身材很棒的了 是… 小巧玲瓏 剛剛好 很均勻的 你們好像換過衣服一起 也有可能啦 不過其實你的身材反而更好 這叫智慧型的身材 我是千細型的 千細是不是 是不是有這麼一句話 曾經有人跟我講說 你是千細 我說哪個千啊 我搞不清楚 因為那個字太難唸了 也很難寫 對啊 就是… 輕輕的飄飄的 薄薄的 在… 在美國他們說很delicate delicate就是說 delicate應該怎麼講 我說只好想出來 大概是千細的意思 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一碰的話就… 就…就無反應 唉唷 什麼 是…不是的 碰你覺得有反應還是 不是 我就是說 你萬一這樣走走 就碰到一個桌角 咔一下 人家沒事 我這裡已經清一塊了 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我是碰一下就有反應這樣 我以為是什麼 撐桿跳的現象 我聽不懂 好啦… 可能我講錯話了 我沒有什麼意思耶 是我們的笑容 是怎麼了 是我們的笑容 有一點這個 曖昧 是怪我們不好 我沒有什麼意思喔 真的 很直接的就是這樣說 是我們不對… 但是我們還是會往那邊 就是這樣 我是很難改的 就是迅速地反應 不少那個方式去 對你真的有不好 感覺太造次 真的是 他是真的這個 怎麼講 書香門弟 這個平常的生活 也都是 簡簡單單的 思想很純的一個人 對啊 這樣子有一點污染你 今天會不會 不好意思 什麼 親友會不會講話 那你跟那個飛魚親 怎麼會這樣 對嗎 他唱歌就好 他問到這裡一語雙關 這樣 我都聽到啦 你要聽到啦 我們哪裡人都聽到 像這樣打得浪費 對… 聽歌就好了 這樣比較沒做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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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